29歲印度裔男子 與其同住的菲律賓裔女友人 早前確診變種病毒 但被指隱瞞部分行蹤 遭警方控告違反預防及疾病披露資料規例 其中兩項罪名 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據知二人分別已經在4月28日及5月1日出院 但負責押駕的警員仍然穿著整套保護衣 菲律女子由於今天發燒所以沒有出庭 裁判官署案件押後至5月31日再訊 印度裔男子無需答辯 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他向法庭申請保釋 但被裁判官拒絕 期間需要還押懲教署看管 案情指 印裔男在3月19日由杜拜返港 經歷21日檢疫期 但期間沒有發現確診 由華大基因負責檢測 他其後回到與女被告同住的 佐敦伯家市大廈居所 其後在4月16日確診 後來他指表示 曾到訪過尖沙咀 長洲和佐敦 沒有參與任何聚會 但在受調查時 他才透露曾到訪過大嶼山多地 包括東涌一間酒店 以及柴灣興華二村 參加女被告的家中聚會 目前最少8宗變種病毒個案 和印度裔男子相關 他在4月13日到非裔女友人 母親位於柴灣的住所聚會 該聚會又有3名參加者 後來到深水埗福榮街 37號舉行派對 而深水埗的聚會 在場又有3名後來 確診變種病毒的飛溶 造成了小型的群組感染 最少4座大廈的居民 因此送往檢疫中心 包括東涌影灣園 博富林豪峰 則如沖康夷花園N2座 以及佐敦伯家市大廈 而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披露資料規例 任何人向衛生主任 獲授權人員 或於專業執業過程中行事的醫生 提供虛假 及具誤導性資料屬刑事罪行 為例者最高可被罰款1萬港元 及監禁6個月 調性供仙 除散